但这次重庆狼气应该说又是更上一层楼了 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挖各地情况都差不多 那么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难的 那这是一个拉锯 如果这里改了 其他地方改不改 比如说电改不改 电改了其他的所有技能单位改不改 改了之后 比如说城广这些 你要不要为民着想 现在我来想起来 其实城广这种东西就是权力跟资本 他们分别的贪婪属性不一样 权力就是依靠暴力 我在想这个城市真的这么重要 真的干净那么重要 他就不担心老百姓说 你这个党下手太重了 他恰恰是要通过城广这种单位 震慑普通人 我就是打给你看 就是打老百姓 当街打 暴力打 那这就是什么 我党的权威在 我就是要征税 我就是要恒征暴力 当然我们不能光说权力 那么资本是这样子 资本的贪婪就是 你像这个呕吐术 这个利尿术 他也是就是家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我把你们权力都吃掉了 权力是我的狗 那么我就垄断全球的啤酒市场 那你们拿我怎么样 全球的互联网就我一种生意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对吧 所有的方面 我不是垄断一个行业 注意 我是垄断全球所有行业 我不是垄断一种权利 我是垄断全球所有权利 全球所有权利 基本上都是我的狗 这就叫垄断 只有我们认识到这个基础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真正的推动力是什么 是这种知识 是这种贪婪 当然我们是说这个在加杠杆的末期 我们就这么说 在早期阶段 它是有很多正面的价值 全球统一嘛 我们说这个秦统一六国的时候 是很残暴 咱们说话中庸一点 这个小吕同学这个好说话 这个全球啊 这个我们对比秦国 统一所有这个车同轨 书同文 只有这个样子统一 才能够真正的让效率爆发 然后我们中国是 当时是奠定封建 这个时代 那现在这个美国这种垄断 就奠定那么全球化 那么一个时代 好那我们就从小的地方开始 左眼这个Mr.喜提了 新制生产力 我们再继续深入 那么他提这个主要是收割 我们也说过了 那么主要是为什么呢 缓解党的危机 就是说在我的带领下面 我们仍然能够什么收获 在工业领域啊 收获很多的这个 压制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这些最发达工业国家 能够收割他们的果实 那这就说到一年前啊 三月份的时候 我就说去年的这个汽车产销 要过三千万台 很多人说不可能 经济很差 我说了汽车必须要发展成一个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行业 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在一年以前的时候 是证明我是正确的 旅游行业也接近这个样子 那么汽车行业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啊 依靠破除垄断啊 那么根据现在啊 我看王传福有提到 未来一段时间啊 这个合资车将会在国内比例降到10% 合资车就是大家看到一般的这种外国的这种品牌 在中国生产 这些都叫合资车 对吧 当然他是他的那一套分析理论 我们先不管他 但是他这个分析跟我们是有点契合的 我们就提一下 那在去年90月份的时候 我再加了一个预期 就是说今年的汽车产销要突破四千万台 为什么这个数字很重要 我这一次再加一个全新的分析角度 为什么这个四千万台 今年一定要完成呢 这跟Mr.奇提的这个薪资生产力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能够压制这些发达国家 能够收割他们的行业 那么你就必须来到这个体量 四千万台就是说我们25%以内 或者左右的这个合资车 是留给他们的 但是三千万台就是前几年 我们国内的这种产销 要完全我们自己自主品牌吃下来 达成这种效果之后 我们获得的利润 或者说我们获得的影响力 就能够跟前几年的这些整个合资车 跟它完全一样 当然利润可能达不到 因为大家都在降价 对吧 利润达不到 你不降价 达不到四千万台的 注意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因素 就是虽然说没有获得那么多利润 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 你的话语权跟影响力 能够跟这几个工业化 非常成熟的工业化国家 完全跟把他们压过去 这一点就够了 对吧 这就够party那来吹的 就够党那来吹的 所以为什么他要提新制生产力 就是现在到了收割期 所以我们继续强化这一点 所以我说的四千万台 独立于经济形势发展 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在这 是其中一点 还有一点 为什么四千万台重要 车子是这样价 对吧 但是我们说我们经济不行 还有一个问题 地方政府在去杠杆 现在地方的官僚体系 越来越贪婪 惠博士 重庆 郎契 各种横针暴敛的 这种局面下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老百姓 是不是仍然能够 买上自己心仪的车 车是降价了 对吧 这个车的运力是提升了 智能化程度也提升了 那么我们现在车的保有量 是三亿台往四亿台走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很多人可以加一两万 两三万 把原来的车卖掉 哪怕是出口也好 这种二手车 如果自己消化不了的话 对吧 我们是可以更新换代的 大家注意 车降价有多快 很多BBA车 都是十万打头开始降 像原来的什么 本田雅阁 丰田凯美瑞 这些基本上都在五万 甚至更多 还要加增配的这种情况 而十万出头的车 基本上也是三万降 有的车甚至降了五万块钱 你像原来这种飞度 都是降了一塌糊涂 所有的车都在降价 所以老百姓是有这个需求 但是你横针爆脸 到一定程度 四千万如果都到不了的话 这是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社会问题 所以四千万台 为什么这么重要 本身汽车产能 汽车本身的这个薪资生产力 这是其要收割的一块 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整体的税负水平 就税负水平 我说为什么这次降价对中产阶级冲击最大 我为什么会提流民阶层 就是三亿多 四亿台汽车保有量 是我们中国中产阶级拥有的 如果说他连加一两万 两三万 三五万 十万块钱 过去几年很轻松拿出这些钱 现在都拿不出来 换一台智能化程度更高 运力更强 更大 更舒适的车 你都不行的话 那是不是社会的税负 税负方面有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大家对党的信任大幅度降低 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钱 你又把这个日美德行的这个情况吃下来 那就是大家又有物资上的收获 精神上又愉悦了 我们把日美德行系给他压血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 所以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这一年多以来 我非常强调汽车 我也跟很多人说 你如果说看什么财经主播 国际分析形势 他如果不了解汽车这个行业 他连地缘形势 他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析 因为他不了解真正生产力爆发的点在哪里 节奏在哪里 我们再进一步 很多人分析像张家敦 说中国崩溃论 你这社会节奏你都不知道 你说中国崩溃论 请问你的这个崩溃的这个 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你都对社会都不了解 对世界形势也不了解 什么崩溃论 乱七八糟 瞎七八扯淡 对吧 所以说他们一次一次都错了 但是你看 大家看 我说这个房价跌的时候 很多人说 你看牛刀也错了 你像那个谢国中也错了 凭什么你是对了 我就对了 对不对 我又对了 人家说张家敦人说错了 凭什么你说党的危机 就有党的危机 是不是前两年我说的 党线真方向 是不是开始很接近我之前的分析 我们不要老吹牛 这个继续接着预判 那今年有没有机会 4000万台呢 可能性很大的 你party不要阻碍形势发展 就有机会 你比如说去年出口500万台 今年的话 根据一季度的数据 增加30% 那么全年的话 它总是这个黄比都能够增加了 你知道是增速能有多快吗 所以说下半年 肯定比上半年 每月出口还要高 就是大概七八百万台 是没有什么问题 700万台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数字 那么国内只要3000万台 对吧 3000多万台 就3300万台 那这个数字很难吗 其实不是很难的 你只要凑一凑就行了 之前这种皮卡 虽然说解除了很多限制 但是很多限制还是在 你可以进一步往前落实 还比如说这个二手车的买卖 然后流转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很麻烦 评估很多东西 很多坑 这些地方都可以修理修理 包括说上牌 什么几百块钱 很多东西钱 可以尽量的压低 包括说很多城市的这个限购政策 可以再放开 因为现在油车已经变成少数了 电车根据最新的这种销量来说 电车消费已经多过油车了 那么你把油车强行给它搞个牌照 要拍卖 这是个啥意思 没有必要 这些都可以全面放开 很多有钱的家庭可以多一两台车 这里凑个几十万台 那里凑个几十万台就可以 但是你不要搞的是很多限制政策 这里压个几十万台 那里压个几十万台 其实反过来 当时我对汽车行业做预测的时候 也是反复的提到 因为这是唯一的亮色 你本只能往这个方向上推进 就是说你经济本身就要靠汽车来救 或者我们现在说党的危机 你也要靠汽车行业来救 所以现在的话 它是一个生死攸关 为什么会提这个薪资生长力 这恰恰印证了就是没有汽车不行 没有汽车很难生存 不但是经济很难生存 是党的信心 这个各方面都很艰难 那这样的环境下面 我们看到就是西方 实际上美国 最近这个通过财阀 释放出消息 说这亚洲货币出现问题 我们也说 清清点水说了一点 我们再往前一步就是 现在日本 中国印度全球经济排名前五 这有仨 另外一个是德国跟美国 那欧元我们看到事实上 欧洲它离美国是更近的 亚洲的日韩实际上跟美国 应该说心理上走得更远 首先人种就不一样 这很好理解 那整个亚洲的体量本身又特别的大 所以说从加息的角度 从美国经济控制的角度来说 亚洲先出问题是最方便收割的 欧洲的话 就是它的一圈一圈的割 那中国已经割完很多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日本印度这些都要大出血 我们前面还分析过 印度如果出血可能要解体 但不管怎么样 美国自己的利益首先要必须要保证 所以我们说 美国宁愿说 智商八百也要伤敌一千 现在还放不着智商八百 现在只是损失了很多远期的信用 那现在呢 损失一些潜在的盟友 不是那么核心的盟友 日韩就包括在内 那一些四敌非有 就是印度这样的 用完就丢了这种废弃物 那可能也会 也不会说心吃手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的这个工业品 当然是出口全球的 那么美国人当然自己用了很多 那么美国的B值 当然要保持最强势 购买力最强 那么他们生活品质稳定就行 美国国内稳定就行 但是对于中国工业品来说 大家都不买 只剩下美国 一方面你要去求美国 还一方面的话 自己受伤肯定很大很大 所以我们也看到汽车行业的话 自己内需不起来不行 内需你靠什么 一些东西都很小 一个充电宝几十块钱 一台车那就不一样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 我们进一步过渡到 对亚洲货币 亚洲的经济分析来看 根据现在美国的这个 已经提前在做舆论布局了 那么包括日韩的B值 已经出现了波动 日元跌了很多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想象下半年开始 这么美元可能进一步加息 很多地缘上的操作会进一步加深 我们从时间布局上来看 加息的时候 美国自己要付很多利息 全球都要给利息 钱一进来你就得给 一不给大家肯定钱就不再进来了 那现在的这个局面就是说 暂时可以操作 就对亚洲的整个掺空 做空可以提前开始 那么加息这种东西 要实实在在的钱的 肯定是要往后推一推 而且美国大选 现在很多东西也不确定 肯定要新总统出来了 领导层稳定了 然后再去落实这种 跟美国国内利益 有重大相关的事项 才去方便去好操作 所以在接下来的半年 我想整个英文世界 都会对亚洲的经济 亚洲的货币开始 不断的去掺衰 掺空各种消息出来 而我们中国自己本身是亚洲国家 所以情况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我们中国出国的游客 主体部分还是先在亚洲玩 韩国啦 日本啦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啦 那这些都是主要的市场 那么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地经济不行了 房价暴跌了 对吧 消费不行了 那么很快的它会传回国内 就是我们在去很多人在英文世界的这个 或者说在这个中国世界里面也会说 哎呀你看这个欧美经济多好啊 那么亚洲经济就不行了 那很多人特别是出去人 他本身能量比较强的 对吧 这个比较见世面的 那么他回国内的这个互联网也好 身边也好 那么他渲染的这个程度就会比较深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啊 这个大家的这个悲观情绪更强 而对欧美的崇拜又会更更深一步 也要注意我们跟亚洲国家 我们跟十几个国家都是有这种领土接览啊 或者是有海域的争端啊 这七七八八问题啊 基本上每个国家 林邦都会有一些这些问题 有很多都是这个西方的一些长时间的布局 还有一些是历史 我们在收缩阶段的时候跟别人产生了一些问题 在亚洲国家经济都面临剧烈震荡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我们中国跟他们经贸关系有多 领土又有 经贸关系就意味着利益有很多的这种复杂关系 这个战有时候肯定是算不清楚的 大家有时候各有来往啊 都会获利一些或者是损失一些 而领土又夹杂在里面 或者是一些地方的领海啊 或者是岛屿的争端啊 我们看到的这些就跟印度三段 然后菲律宾还有包括越南 那么多岛礁 这就很麻烦 他们经济又下来了 就容易受到煽动吧 我们煽动不起来 不表示别人不煽动啊 不表示英文不煽动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地人挑战 又会加剧很多 那就是从经济外移到这个政治领域 从过去这半年多更长一点时间 我们可以看得到有的国家已经入坑了 像菲律宾就很明显 有的国家像越南它就激灵一些 整个越南的民意基础方面 肯定对美国的这个 是有很大的这个戒心的 因为越战 苏联也跟越南也有 我们中国跟越南 美国跟越南 都是这个争吵啊 这个殴打呀 对吧 很长时间 越南这种日子过够了 但是菲律宾他还不知道 没吃过这个苦 也不知道难受 而且菲律宾的之前这种家族 有的特别贪婪 贪婪腐败 你就容易被别人找到这个弱点啊 所以说这些呢 很多铺垫都已经开始展开了 那么接下来这 亚洲比较混乱的这个局面呢 我想是是 西方会比较想往这个方面做的 你想想中东跟欧洲 那是他的地盘 他比较难受的地方 那现在那边都是搞的那个样子 那注意力的话 一直想往这边转 这是他们的这个想法 那现在呢 在军事上面想了很多办法 但是没有那么强 大家心里都是想 不要跟中国这个搞不清楚嘛 搞得都那么很干嘛 但是经济问题不一样 经济问题是民意的一个 一个土壤 经济不好了 这个土壤就恶化了 就杀化了 就跟中国的摩擦就变多 这里本来想说党的危机了 咱们还是再按一按 再压抑啊 咱们再说啊 这个不希望这个 这一年两年啊 就出什么大的问题啊 这个关键时间的时候啊 不能掉链子 掉链子就搞得大了 冷一冷 这个难受啊 那么我们还是说这个亚洲这种情况啊 不容乐观 那么重心往亚洲转移 这西方肯定是会有这方面想 我们接不接茬呢 我个人觉得的话 没有是说特别轻巧的事情 你不接茬肯定是不行的 这经济要去杠杆的这个问题 你要真正的话 下得了狠心 你就把美在抛光了 跟西方直接斗啊 你又不敢 不敢你西方 连自己亚洲你都不接茬 那做什么大哥 你自己内部的清洗清理都不敢去做 对吧 这个 之前有一句话叫 反腐就亡党 不反腐就亡国 现在错了 你反汉奸啊 不是腐败的问题 你反西方 你这个国家还能在 但是党可能就不一定在 反西方往党 为什么怕你已经被腐烂透了 我就不骂这些人了 对吧 这个我们分析了很多遍 那现在局面就是这样子 你又不反西方 国内这个周边你又不愿意扩张 轮廓你没有办法扩张 国内经济一团糟乱七八糟 请问国家的生存基础在哪里 我们国家没有生存基础 你党的价值在哪里 就啥意思 你做人不能贪生怕死啊 做党也不能贪生怕死 贪恋权利 对吧 这个贪恋不愿意动 你看这个明朝末年就烂掉了 最好你还不得下来 你搞了十几年 最后你很辛苦 没有用啊 对吧 你很多的 你像很明显那么多权贵的钱 国库是空的 权贵的钱就不敢动 那你搞个屁 你每天自己在中南海工作 从早干到晚有啥用 没用呢 对吧 所以我们说要好好的跟美国斗 要不然的话你就亚洲一步一步做也行 战略没有办法前进 战术也前进 对不对 别人给你下的名套 你不跳好像也不行 所以我们说未来这半年的时候 整体环境会比较趋缓 但是他有一些重心会慢慢发生迁徙迁移 对吧 迁徙迁移 但真的大决战的时候 就是等美国大选结束了 这个后面一年的时间 那么很多矛盾就积累来到一个新的高度 很多地方也倾向于摊牌 像加息这个问题 经济的问题 大决战 到时候 今年年底结束之后 那么亚洲应该酝酿的差不多了 日韩也这个能量很强的 大家都看得见了 这些经济体都暴跌了 那么很多地区政权不稳了 很多摩擦到高峰了 那么日美国这个大选结束之后 那这个收割就最后就来了 怎么收割呢 自己先疯狂的加息 就大家一起到时候 估计才是真正大家一起报的时候 报完之后 美国自己内部的利益也调整一下 要把这个过高的杠杆也要去 然后在全球范围内 在一起去做这个构建 所以到时候真正大决战的时候 大家要看这段时间的积累的怎么样 重心调整的怎么样 你拿什么来做大决战 比如我们国内说 社会的稳定 就是跟党的危机有重大关系 社会是安定的 你党做的好 对吧 你这阶层利益调整的刀位 那么新生产力 所谓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新制还是弱制 咱们到时候再见分晓 我们说4000万台汽车 能不能保得住 这是我们国内的利益 就是说税负 还看着收 不能太夸张 不能像重新拦战 你能够勉强压住 这就是说4000万台有机会 对吧 我们的技术提升有机会 它是整体加权一起看 那这些全部都加权一起看 最后汇总大决战的时候 这个美国大决战之后 未来一两年 那么大家就看自己能有什么牌 能打得怎么样 这个片段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说重心偏移 力量击涨 冲刺大决战 这是我们这个片段的一个整体部分 那么就到这里吧